关于启示的种类 怎么明确知道这是从神来的启示呢 你又把圣经里面的启示的概念 和我们近现代教会历史当中 灵恩派所谈的那个启示混淆了 所以以后不要滥用启示的概念 现在我们说的启示就是 圣经里面曾经启示给使徒先知的那个启示 或者说现在圣经就是神的启示 除此之外没有启示 我们感觉到了一种引导 那是圣灵的感动或者是光照 圣灵的引导而已 不是圣灵的启示 所以关于启示的种类 我们说普遍启示 特殊启示 普通启示 眼见的物质世界 大自然里面的秩序 彰显了神的勇能和神性 我们良心里面刚才说 本能里面就已经烙印了神的知识和意识 无可抹灭地否认不了神的存在 所以我们里面和外面都知道神的存在 这叫普通启示 然后特殊启示就是 在历史圣经里面记载的那些先知 使徒等等 包括基督道成肉身 但是成书了圣经之后 圣经就是最终极的上帝给教会的启示 除此之外 没有新启示 所以大自然 我的良心 圣经 那圣灵在我里面是不是启示 不是启示 是光照 引导 感动 因此从这个层面 我们说启示已经终结了 所以启示就是一个特殊的名词 不要乱用了 我得了神的启示 这个就是概念上的混淆 把圣灵的光照 感动和引导 与启示混淆